中国疫苗大张旗鼓往各国大局倾销 而在马来西亚更有高层官员戏称 打了中国疫苗中文会变好 我刚打了Sinovac疫苗 我想说这是安全的 我感觉很好 中文也突然变好 无论是那一种疫苗都是安全的 马国官员的幽默宣道 豆瓣大批网友 直呼难道打了英美制的疫苗 英文就会变好吗 但录制疫苗的中文梗 到了巴基斯坦却可能笑不出来 因为巴基斯坦总理 前不久才接种中国疫苗 不料如今却正式确诊 总理带头打中国疫苗 结果却照样染疫 在巴基斯坦立刻引爆民间反弹情绪 而在中国西安最新一期的本土病例 居然还是已接种两剂中国疫苗的检验师 连带当地18岁以下的疫苗施打也喊咖 对此官方回应只能打太极 目前我们已经批准有条件上市使用的 总的来说呢 话锋一转强调就算打了中国疫苗也无法百分百保证防护力 更遑论本月份在香港连续发生多起接种中国疫苗后的死亡案例 香港一年71岁老翁 3月3号到一家私人诊所施打中国科兴疫苗 到了7号身体严重不适 由救护车送往联合医院抢救 但仍在今天上午离世 包括柬埔寨总理先前才喊出将施打中国疫苗 却急踩刹车以年纪太大为由改接种在印度制造的AZ疫苗 显见就连轻重拉拉队也对这一针难掩疑虑 三连新闻金属会报道